印象派和抽象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风 以下是比较他们的一些方面 1. 主题和表现 印象派画家通常描绘的是自然风景 建筑物和人物等现实主题 而抽象派画家则通常关注色彩 形状和线条等抽象元素 不再需要描绘现实主题 2. 不触和颜色 印象派画家通常使用明亮鲜艳的颜色和细腻 短小的不足以表现自然光影和氛围 抽象派画家则通常使用单色 大面积的色块和粗糙 明显的不足以表现色彩和形状的概念 3. 构图和空间 印象派画家通常使用传统的构图方式 例如对称平衡和透视等以创造真实的空间 抽象派画家则更加关注平面和空间的关系 通常使用非传统的构图方式 例如分割、重复和重叠等 4. 意图和风格 印象派画家通常希望通过捕捉自然光影和氛围 表现对现实世界的感性体验 抽象派画家则更关注对色彩 形状和线条等抽象元素的探索 力求表现对抽象概念的理性思考 5. 技法和材料 印象派画家通常使用油画 水彩和粉彩等传统材料 以及刻意的混色和分层技法 以表现自然光影和氛围 而抽象派画家则更加自由地使用不同的材料和技法 例如拼贴、喷漆和混合煤介等 以表现抽象概念 6. 受众和评价 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通常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欣赏 因为他们对自然和现实主题的描绘较为真实和直观 而抽象派画家的作品 则常常被示威 较为抽象和难以理解 因此受到的评价较为褒贬不一 7. 影响和后组发展 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对许多后组艺术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例如野兽派、立体派和表现主义等 而抽象派画家的作品 则在二十世纪初期 印发了一场艺术革命 对当代艺术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 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 这个时期正值欧洲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峰 人们对自然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和追求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抽象派画家的作品 则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至中期 这个时期正值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化的兴起 人们对艺术和文化的定义和观念 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9. 艺术目的和理念 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通常追求纯粹的感性体验和视觉效果 只在捕捉自然光影和氛围 表现对现实世界的感性体验 而抽象派画家的作品则更关注对色彩 形状和线条等抽象元素的探索 力求表现对抽象概念的理性思考 10. 艺术风格和风格变化 印象派画家的风格通常较为统一 以明亮鲜艳的色彩和短小 细腻的不足为主 表现自然光影和氛围 而抽象派画家的风格则更加自由和多变 可以使用不同的材料和技法 并且往往会随着艺术家的风格和思想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 11. 艺术家的背景和风格 印象派画家通常是从中上层社会以来 他们的风格较为内念 优雅和柔和 反映了当时欧洲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而抽象派画家则更多地来自于中下层社会 他们的风格较为激进 大胆和自由 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和动 12. 色彩和形式的运用 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通常强调色彩的纯粹性和自然光影的变化 他们使用大量的色调和色彩 并且运用光的效果来表现空间和形式 而抽象派画家则更关注色彩和形式的自主性和抽象性 他们使用简单的形状和色彩来表达对抽象概念的思考和感受 13. 艺术作品的价值和观念 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通常被视为美感和情感的表达 他们追求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在现和对自然光影的感性体现 而抽象派画家的作品则更被视为对艺术和文化的批判和反思 他们关注抽象概念和形式的表达 并且通过这种表达来探索艺术的本质和意义 终尚所述 深入了解这些差异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两种艺术风格的本质和特点 以及他们对当代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性 今次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Like 分享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见